官配文周记 我现在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我曾经一度痴迷于研究第三帝国的历史 那么在第三帝国当中 奥斯维辛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它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一个藏所 我上次去柏林的时候 我也讲过犹太人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希特勒的这个意识形态当中 犹太人是必须要清除的 这就跟中国的 以前所讲的打土豪分田地的 这种阶级斗争区别不是很大 有人说那怎么能区别不是很大呢 大家其实仔细想想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搞的是斗争 希特勒搞的是种族斗争 也就是说日曼人和犹太人 或者跟其他民族之间的斗争 然后呢这个马格斯讲的是阶级斗争 其实都是把另一部分人画出来作为一个敌对势力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啊 这个房子都是砖瓦结构的 这个建筑其实就跟 波兰的本地建筑是截然不同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波兰的建筑的话呢 我发现了这个奥斯维新的建筑非常严谨 具有德国的风格 那么当年德国的这个杀人工厂那 屠杀的时候是非常讲究效率的 我曾经读过很多书籍关于这个屠杀的问题 其中德国人把这个屠杀呀进行了工序化的处理 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如何如何如何 那么这一点呢 我先卖一个关子 先我们走到里面之后呢 边看边说